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水骨折被困车内一通消防紧急奔赴事故现场 12分钟成功救出被困医院 小区楼道惊现陌生男子手持工具行为诡异 我就是担心物业应该在对保安部门应该加强管理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一方 各位好 我是朱沁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 这几天该说不说 咱这个天还是比较舒适的 早晚温差也没有那么大 而且不冷不热的 正好明天就是周末了 很多人估计是在计划着周末去哪儿去玩一玩 这个时候天气变化一定要随时关注了 那么这个周末省内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来提前了解一下 受高空草影响 预计10月30号白天到31号夜间 我省大部分地方将出现雨雪降温天气过程 降水主要时段是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 我们省大部分地区都将出现小雨或者雨加雪的天气 那么明天白天呢 我们省的中北部地区呢 个别地方可能雨量还会稍大 有一个小到中雨 从31号的夜间开始 东北部以及山区呢 气温会降到零度左右 因此呢 山区和东北部地区呢 个别地方还将出现雨转雪的情况 本轮雨雪天气影响范围较大 雨雪过后 从31号夜间开始 气温也将自西向东下降 降温幅度虽不大 但还是要注意天气变化 及时增添衣物 预计累计降温幅度可以达到5到8摄氏度 最低气温呢 将出现在1号到2号的早晨 一般为零下6到零下2摄氏度 受雨雪天气的影响 可能出现路面湿滑 对交通安全呢 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呢 建议相关部门呢 要做好交通安全的管理 这天气变化确实很无常啊 这周还挺暖和 下周就要天衣保暖了 所以周末如果大家有计划出门的话 我们注意啊 这个外套一定要穿的厚一点 关注完了天气的状况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个消息 今天上午10点 乘1315次动车组列车 从长春战时发行向了长白山站 这也标志着沈阳至加姆斯高速铁路 白敦段开始按图示运行了 为正式开通运营做最后的准备 沈阳至加姆斯高速铁路 白敦段全长113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自长白山站引出 途经永庆敦化进入长魂高铁 其中长白山永庆为新建车站 沈阳高铁白敦段于2017年8月开工建设 于2021年8月26号开始连条连试 运行试验期间 铁路部门将先后进行运行图参数测试 故障模拟及应急救援演练 通过检验各系统在正常与非正常条件下 运输组织的适应性 验证行车组织方式能否满足运营要求 检验设备故障和自然灾害条件下的应急处理能力 为正式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依据 沈家高铁白敦段作为东北地区高速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成通车后将加强长白山区与吉林省中心地带的联系 与在建的沈阳至白河高速铁路连通 构成东北东部快速客运铁路通道 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看完了这个片子真是身未动新遗远 那以后如果想去长白山旅游太方便了 不用在长途跋涉的开车或者坐火车去了 我们这回直接坐上高铁 我们长春到长白山二大白河两个小时就能到了 真正实现了长白山一日游 当天去当天发 当天就能回来了 确实方便 那么说这个好事其实还不止这一个 我们说长春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是从11月1号开始 也可以办理申办了 那么哪些人符合办理条件又需要准备哪些相关证明呢 我们通过短片详细了解一下 长春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从11月1号开始可以申请办理 申办补贴范围人群分别为两个部分 一是就业困难人 二是高校毕业生 就业困难人员又分为六个部分 其中就业困难人员的范围包括六大类 一下岗失业人员 二低保护 三残疾人员 四零就业家庭人员 五大龄失业人员 六失地农民 高校毕业生的情况也分为两种 一是灵活就业 二是自主创业 申办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的相关人员 在办理过程中也要携带相关证件进行办理 第一类是下岗失业人员 需要提供原国有或集体招供录用的证明 材料以及企业与其解除劳动关系的证明 第二类是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且失业一年以上的人员 需要提供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证 第三类是残疾人员 需要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 第四类是零就业家庭人员 需要提供吉林省零就业家庭申请认定表 第五类是城镇常驻大龄失业人员 需要提供吉林省社会保险基金缴费 专用票据或带有社保缴费账号的银行交易凭证 第六类是失地农民 需要提供乡镇及以上人民政府或国土资源部门 出具的土地被征用协议书或相关证明 这次长城市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办时间为2021年11月1号到2021年12月31日 仅认定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灵活就业登记后 即可持相关材料 向户籍地街道社区人力资源部门或公共保障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在这儿再跟大伙重复一下 咱们长城市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11月1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一开始申请办理 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时间 这样的好事千万别错过 同样好事还有下面这一件 非常幸运 说的是浑春市的一位幸运的得主 购买的既开型题材点呱呱 20元面值的点试成金 中得了百万大奖 近日来延边浑春的构材者张先生 来到了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对讲大厅 在办理对讲手续的过程中 他讲述了自己的中奖经历 您是第几张中奖的奖 第一张还是第八奖 张先生介绍工作不太忙的时候 就喜欢去题材代销点购彩 而且尤其对顶呱呱 请有独钟玩法简单 当场就能知道自己中没中奖 中了多大的奖 之前介绍中过顶呱呱是多少奖 那老百 张先生平时购彩也是随演员 当天点试成金 他要了七八张左右 惊喜就出现了 他还以为是自己看错了 同时张先生也表示 会继续支持体育彩票的公益事业 公益题材 乐善人生 这好事来得太突然 还得慢慢消化一下 但提醒大伙 别看别人中奖就眼红 咱这购买彩票 还要亮丽而行 说到彩票呢 是意外得奖 是喜事 和下面这个意外 就让人很心惊胆战 说的是两辆货车撞在了一块 有人受伤被困 我们一起到救援现场来看一下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被困人员腿部在副驾驶位置 头部和手部在方向盘位置 呈鞋桶状态 被挤压在变形的驾驶室内 由于撞击严重 被困人员双腿骨折急需救援 小心点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救援人员 首先对车辆A主进行剪切 随后顶撑车辆前列 开辟救援空间 救援空间增大后 消防救援人员 发现被困人员身体并未被抢 于是立即使用担架将其排除 当于12分钟后 被困人员被成功救出 由现场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救援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从刚刚我们看到的车辆破损的程度来看 当时的车速估计不慢 这写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 11月27号 长春市保利香槟业主微信权里 突然出现了一条视频 大家点开一看 心里就开始七上八下了 是视频中 有一名陌生男子 手提工具 不停地进出单元楼里 10月27号 此条视频被发在了 长春市保利香槟小区的业主群里 视频画面是来自小区里 某位业主家的监控录像 群里有人表示 多么严重的一件事啊 也有业主认为 是小区安保工作不到位 就是担心 没别的 物业应该在 对保安部门应该加强惯力 隔天记者也联系到了 该小区物业 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找到了当时该男子进入小区的位置 在物业工作人员口中 记者得知 该男子是在当天凌晨 强行破坏小区东门进入 利用手中工具 对业主家的门缝进行撵撬 门缝处留有撬痕 当天已经报警了 就在当晚已经报警了 我们这个持续一个现场 也去找个这个人 可能就是没有找到这个人 然后我们根据派入所所谓的 要的这些录像 都这个时间停给他了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改变了 这个夜间许诺 一个品词 由我们知序主管签字来对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来关注国内疫情 28号0至24时 全国报告新增确诊病例64例 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 本土病例48例 北京市召开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会上介绍 27号15点至28号14点 北京市新增5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和2例无症状感染者 5例本土确诊病例均在昌平区 其中1例为社区工作人员 曾为病例房门安装门禁锁 未戴疑似性手套 与病例有近距离交谈 提醒一线疫情防控人员 请注意劳逸结合 做好个人防护 在近距离接触高风险人群 收集清运垃圾环境消毒时 请务必规范 穿戴防护服 手套 N95口罩 防护面具屏 或防护镜 护目镜 鞋套等防护用品 做好手部卫生 确保自身健康安全 发布会上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 徐和健表示 北京市对违反防疫规定 隐瞒旅居时密接时 出现症状不主动报告的人员 将依法处理 对单位防疫不利的 要追究责任 社区棋牌室等密闭场所 严格执行暂停开放的要求 严格私人诊所 小诊所药店的监管 近日 北京多区已经陆续开展 新冠疫苗加强针接种工作 近日 新发地批发市场 湖北厅三层 已经变成疫苗接种大厅 这的市场接种 市场那人都在这打的 就是方便嘛 最起码对大伙 都是有个保护作用 据悉 新发地市场 目前有1000多名员工 8000多名商户 将有序参与接种 完成接种的商户 将获得一枚 第三针加强疫苗 已接种的凶章 商户将佩戴凶章上岗 昨天 青海新僧三例新冠肺炎 本土确诊病例 均在西宁市 去了解三人为亲属关系 发现核酸检测阳性样本后 西宁市第一时间 启动应急响应 目前已完成 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名阳性人员 于28号凌晨1点10分 转运至定点医院救治 而根据官方公布的轨迹显示 10月18号到19号 这三人曾游玩甘肃拢南 探昌县 关俄沟景区 书里发现 本轮疫情已有来自四省份 共18名感染者轨迹 与关俄沟景区关联 10月28号0到24点 内蒙古自治区报告 无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9例 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 在内蒙古俄几纳齐 现有本土确诊病例96例 其中19人为天鹅湖项目部 外来务工人员 其中一名确诊的工人张某介绍 10月17号 自己一直在俄几纳齐的 国道工地打零工 据张某描述 刚到工地时 发现工油有感冒症状 工人们住在四人一间集体宿舍 有传播风险 工地都感冒了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是有疫情 要看到有疫情 我们一发牙都跑回来 进工地第九天 张某被确诊感染 他所在班组25名工人中 共有19人确诊 目前所有患者都已经转院 至呼和号特市新冠肺炎 定点医院接受治疗 另一边因疫情滞留 俄几纳齐的自驾游客开始返程 首批返程自驾游客 共有128人 驾驶车辆42台 自驾游客车队 在公安车辆引导下 启程前往阿拉扇佐奇 敖伦布拉格镇 到达后在酒店隔离14天 符合相关条件 可以自行返家 这防疫一年多 面对疫情的防控 有的人很是理解和配合 有的人却控制不住自己 不仅不配合 还做出一些 违反抗疫规定的事 贵州遵义就有一名女子 不戴口罩还辱骂工作人员 这是在贵州遵义 一辆白色轿车 驶入防疫卡点 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按规范挤上钱 要求查看驾驶人员 和乘车人员的健康码 以及行程码 工作人员提醒后座女子 张某戴好口罩 就这么点小事 张某却拒不配合 还辱骂工作人员 民警多次劝解 口头警告 但都没有效果 最终女子被行政拘留7天 在内蒙古乌兰浩特 一对夫妻隐瞒旅居时 警方已对两人 启动调查取证 夫妻二人于10月3号 从乌兰浩特市外出旅行 先后前往珠海市 兰州市 以及俄几纳其等地 12日13日 三次在发现阳性病例的 俄几纳其一家饭店就餐 17号返回乌兰浩特市后 两人并没有按照规定 向防疫部门报告全部行程 目前其中一人的所在单位 已经其预期 行政警告处分 在北京昌平 也有一对夫妻犯魂了 疾控部门 对一名确诊病例 进行流调过程中 一人拒不配合流调工作 多次拒不接听 挂断电话 其间另一名家属 也就是确诊患者 则对流调人员 有辱骂行为 北京警方迄今 已办理防害传染病防治 等涉疫违法犯罪案件 24起 刑事立案侦查19人 行政处罚13人 西安近日通报了 5起涉疫情违法案件 魏某多次企图闯入 涉疫风控区 并用拳头击打 知情民警 被刑事拘留 忽某拒不扫描健康码 并将疫情防控点 放置的告示牌 路障踢倒后离开 被行政处罚 王某等待核酸检测时 与采样医生 及工作人员发生争执 并多次高声辱骂医生 被行政处罚 刘某在网络上 编造转发李某 为阳性患者信息 被行政处罚 陈某听信传言 录制传播 涉及疫情传播 虚假内容的视频 被行政处罚 好的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关注一下 报废汽车拆解的问题 那根据报废汽车 回收管理办法 国家对于报废车 实行的是特种行业管理 除了取得资格认定的之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 都不得回收拆解报废车 严禁交易报废车 然而在河北 邯郸市的江左村 却有大量的 报废汽车拆解点 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怎么回事 还未进入河北 邯郸市的江左村 沿着国道 能看到路边 停放着零散的 几辆报废车 邻近的农田里 也随处可见 一些汽车上 被拆解下来的 座椅皮套和冷却夜箱 据知情人士介绍 常年以来 江左村都是当地有名的 报废车非法拆解地 不少汽修厂 都会在这里 购买一些拆车配件 但记者走进江左村 向村民咨询 哪里可以买到汽车拆解的零部件事 村民显得有些警惕 然而就在村子里 几座院落围着的一片平地上 却赫然停放着 几十台报废车辆 记者已购买汽车零件为由 走进了其中一座院子里 都在车 你说舀上哪 打扰到给你拆油了 哦 这就是咱们全部的车吗 不是不是 那里面还有好劲儿的 大概没有多少辆 都是上车 都是上车 少车也 都是小车 都是你啊 不然的 叫车的 有爷爷车 不是 咱们大概能有多少辆 就在这户村民隔壁 另一户村民也从试着爆飞车拆解 每个月的拆解量高达200辆 记者看到 工人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 使用气焊枪切割着汽车 地面上随处堆积着爆飞车拆下来的零件 下雨后形成的水坑里 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汽车拆解后 流出的肺液 把土壤和地面的积水染上了色 废油中的氯硫磷等化合物 将会长期残存 并污染这片土壤和地下水 而这里距离农田仅仅数百米 记者调查发现 就在农田附近 这样的非法拆车点 足足有十几个 非法拆解市场 就地拆解 对于这个土地环境 造成十分严重的污染 因为它这个非法拆解 没有正规的场地 对场地也没有进行硬化 它是不具备拆解机动车的 所以说有一些油汁 油污会直接排放 造成对土地的损害 这些损害都是一些不可利的 很难恢复的 非法拆解报废汽车出售 不仅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 也会给道路交通安全 买下重大的隐患 而拆解报废汽车 究竟有多大的利润 又是怎样的利益 驱使着这些人 即使违法 还要坚持领封作案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河北邯郸市东兴寨村北 紧邻着一家设备制造公司 有一个大门紧闭的院落 记者敲开大门 看到里面堆放着 大量报废车的拆车键 不让杀 不让杀 不让杀都在这 被他们偷杀的 都在机车下来 杀的不叫杀的 听上来都到你永远了 永远下时你不知道杀杀不杀杀都不知道 他们抓到法康了吗 那肯定了 不让你杀的放了快 还得不还得叫你 不能让你杀了 其实村民并非不知道 拆车会造成大量污染 也并非不知道 自己从事的是非法的行为 不少村民还有过 被当地政府罚款的经历 但是面对着拆解报废车 产生的利益的诱惑 村民们和当地管理部门 打起了邮击 这边被查 就会搬去邻近的村子里 继续拆车 记者调查得知 这些拆解点 普遍会将车辆的发动机 三元催化器等 卖给维修厂或者回收企业 剩下的按照废钢废铜销售 一辆发动机 平项较好的报废车收益 可达数千元 这些报废车 大都是村民 从车贩的手中收购的 两下收购菜 两下 那个名簿车都不回来 一个名簿车下来都收了 两下刷 两下刷 那你这个轿车都得三千多吧 有四五千里的 那你卖废铁肯定卖不回来 肯定买回来了 买没回来 不招收的 你这没有人收发动机吗 有人说 车贩子收车 村民购入报废车进行拆解 拆解下来的发动机等零部件 又被销售给了汽车维修厂 或者回收利用公司 这构成了一条庞大的非法产业链 如果正规拆解的话 二百公斤的一个发动机等件的话 也就是在几百块钱的一个价值 而如果作为一个非法拆解之后 流入这种回修计划 提起来可能会达到几千元 两三千甚至可能上万元 但是对消费者来说 由于这些属于没有经过正规的 再处理的这些发动机等 就件安全上是有隐患的 所以对整个的这个道路 交通安全是带来一定风险 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 现在一直在有这么一个现象 就是劣币趋粮币 就是我们很多的正规企业 也很难这个生成下去 所以说这个非法的这些拆解 暴力式拆解 他们对这个市场 这个是有很大的破坏性的 需要进一步的 这个对市场进行这个规换 严格的进行置访 中介公司内部出现矛盾 资金冻结 连带购房者陷入两难境地 今天还明天还一直迟迟 到现在一直一文价美还 清信网上宝国陷阱 被坑九千多 民警跨省追踪打掉电信诈骗团伙 涉及的这个账款 应该在三千一万 被害人群非常庞大 达到一万余人 温春法院求收力鉴专项行动 欠款耍赖 强制执行美商量 在这里提醒我被执行人 一定要积极履行生效法 有文书中确定的义务 第一报道 这是在直播 欢迎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最近长春市民朱先生 向我们栏目组反映说 他通过一家地产中介购买房屋 结果房子没到手 四十多万块的房款 都是有去无回了 具体情况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采访 今年三月份 长春市民朱先生 通过吉林省 我爱我家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购买房屋 合同签好了 定金也付了 首付款也都交到了 中介公司的手里 可是这房子却迟迟没办上更名手续 答应是两个月给那个更名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迟迟与各种理由 银行贷款 销售员辞职不干 有病 拖了将近三个月的时候 说不行 我给你退房吧 退房就是五个工作日之内 既然办不了更名 拿不到房子 那就退款吧 可在退款的过程中 朱先生又遇到了问题 为啥朱先生迟迟拿不到退款呢 记者也来到了中介公司了解情况 采访过程中 朱先生多次拨打了中介公司负责人的电话 一直无人接听 则日记者再次拨打了此电话 无论公司内部出现了什么样的状况 都不应该是拖欠库房者签款的理由 希望此事能够尽快得到解决 我们栏目也将会继续来关注 朱先生的遭遇 让我们值得重视 同样下面这个事也得敲响警钟了 说到行业资格证书 是行业从业人员的必备的东西 这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不法分子找到了商机 干起来免学习快办证的买卖 这不前不久啊 辽元市公安局就打掉了一个 以考取行业资格证 包括为由的诈骗团伙 今年三月份 辽元市公安局向阳分局 接到辖区居民小苏的报案 小苏称 自己在考取银行从业资格证书的过程中 被骗了9000多元钱 接到报警之后 民警立即对案件展开调查 初步进行对案件侦查 完了发现是 一伙以这种考试招考的诈骗 为主的这种集团性的这个案件 民警初步查明 这家在线教育培训机构的背后 是以河北籍张某权张某青等人为首的 家族式犯罪团伙 他们利用虚构保固 内部名额等手段 诱导考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的消费者上当 进行网络诈骗犯罪活动 为了准确地掌握该犯罪团伙的内部情况 民警决定进行化妆侦查 我发现公司大概有工作人员大概有80余人 公司分布公司的这个组织架构都比较严密 上次总经理下次副总到经理到业务员 其他各个部门后勤的配套设施也比较完备 另外该团伙对于新入职的员工 还会安排专人进行系统培训 通过话术脚本演练 让新人尽快融入角色 公司使用这些话术具有极强的这种诱导意识和欺骗意识 被害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备 也就是被骗的时候没有什么防备心理 经过两周的侦查 民警掌握了该公司的资金走向 主要人物居住地点和生活规律 今年4月22号 辽元市公安局组织150余名民警 远赴该诈骗团伙的窝点所在地 北京实施抓捕任务 北京这个常常去一个非中心这么个地方 在他的17号楼的三楼 把这个涉案的84名嫌疑人全部抓获 涉及的这个赃款应该在三千一万 被害人群非常庞大 达到一万余人 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 行业资格证考试凭的是真本事 想走捷径不可取 踏踏实实复习才是根本 为了加快实现胜诉人权益的兑现 充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近日浑春市人民法院开展了 秋收利剑执行专项行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执行现场的情况 早上六点 浑春市人民法院内警灯闪烁 十余名执行干警整装待发 一辆辆警车从法院驶出 重视吹响了秋收利剑执行专项行动的号角 执行干警首先来到了一起 民进借贷案件的被执行人牛某家中 在执行干警亮明身份 询问起为何躲避法院的执行者 牛某屡直气壮地说出了理由 这是多么人的好 我人的处呢 你那钱我给你整理系了 把你还告我 我是偏不正的这口气 被执行人牛某涉及的这起案件 起于2017年末 牛某向申请执行人孙某借款1万元 用于资金周转 双方约定利息为月利率5% 可牛某偿还了部分借款后就开始赖账 无奈之下 孙某向浑春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判决生效后 牛某却丝毫未放在心上 仍旧未履行还款义务 这次经过执行干警 长时间的蹲守查找才终于找到了牛某 牛某认为其帮朋友借款 不应该自己偿还利息 拒绝回关 我们又对其进行了说服教育 但牛某始终顽抗 不为所动 并在回院过程中试图逃报 因牛某存在恶意规避执行的行为 我愿意决定对其採取居留15日的强制措施 当牛某受到拘留决定书时 迫于法律震慑 主动向法院承认了错误 当场交付了全部执行款 并决定了回国书 鉴于其行为轻微 法院暂缓对其的拘留决定 快速地直解了本期案件 在为期两天的求收立件执行专项行动中 经过执行干警的不懈努力 共执解案件13件 其中执行完毕12件 终结执行1件 拘留被执行人3人 执行到位金额32万09百元 有效维护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彰显了司法权威 对于不积极履行义务 有逃避或者拒绝执行等行为的被执行人 将对其采取限制高效费 纳入失信被执行名单 限制出入境 罚款 拘留等强制措施 被限制高效费 纳入失信的被执行人后 也就变成了我们熟成的老赖 将会进入征信 限制其买车 买房 乘坐高铁 飞机 甚至其子女 不能报告高岛来的学府 即使解除后 5年内也仍不可以贷款买车买房 在这里提醒我们被执行人 一定要积极履行 生肖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联合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说去年12月份 小木母被确诊为了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一家人来到了杭州 开始治疗了 小木母大多数时间 都是在医院里 每天看着窗外的交警 指挥车辆 她对妈妈说了 长大之后 想当一名交警 而最近呢 浙江杭州交警 就帮助小木母圆了梦 身患白血病的木木 小朋友和很多交警 有个预定 我想做一回交警 看完视频之后 网友们不仅是在心疼孩子 更是为交警的举动 所点赞了 说到交警 暖心又有爱 希望孩子早日康复 而接下来的几位网友 也是送上了自己的 加油骨劲的话 说到了 一定要好起来 加油 说多帅的小伙子 长大一定是一个 称职的交警 确实啊 小木木的圆梦经历 打动了众多的网友 我们要感谢交警的善举 以愿小朋友能够早日康复 尽快归队 下面啊 同样是一件暖人心的事情 昨天在黑龙江 一个核酸检测点 灯光非常的昏暗 这个时候呢 一个大白头顶灯光照明 男子尽重啊 是跑回家 拿来了摄影专用灯 给大家照明 这个时候能够早上 摄影专用灯 到这儿 多好 量抗的 就这样 谁都不容易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人家也是为了咱们 咱们之后 网友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说到了 这小伙子人真不错 讲究 当然这小伙子可不是小爱 别人这是大爱 说到了 都是为了大家都值得点赞 确实 小伙子的举动 照亮了那些 照亮我们的人 大家一起努力 一定会战胜疫情的 多说 努力会有回报 但是也分情况 就比如说下面 这个河南郑州的男士 他的努力 回报的就有点 让他很失落 因为他鼓起勇气的表白之后 发现暗恋对象已婚 并且都是人家孩子的妈妈了 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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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你好 这个 这个 我怎么抽的 我怎么抽的 就那么 我 有 我还是已经上载了 还有没有上载了 我还是还没上载了 我可以再扰了 我给你带我给你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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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 没有你是这样 咱们能想象 当时这个男子内心的 无畏杂陈 悲喜就在一瞬间 网友们安慰了说 恨不相逢 我也一家时 确实是遗憾了 不过对于这名男子的行为 网友们说 人不错 就是有点鲁莽 应该搞清楚状况 再来表白 可不吗 要不然就这么尴尬 又说了 幸好戴了口罩 要不再见面 还有点尴尬呢 确实热情的追求 体面的退出 不打扰 是对对方最大的尊重 前面这位男士 还是很理智的 而接下来 咱们看的这位男士 就没那么理智了 甚至是有点糊涂 因为工作不想干了 他出于开玩笑的心理 吓唬公友说 自己被绑架了 这种事情 就是随便开玩笑的 就是这个 我们过来找 有没有跟着你 谁啊 谁跟着我 有没有被绑架 我就跟我朋友开玩笑 他报的警 我没报警 我去那个白安那里 那里电视场上班 看了两年 我感觉感觉干得不行 他问我是不是不干了 那时候想下了 我被绑架了 先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 说这下真不用工作了 是吗 这不是真糊涂吗 岂能拿这个事去开玩笑 说了戏真多 确实公友们都相信了 还有说浪费警力 真是不应该 我只能说这位安某 你这也算是梦想成真了吧 都说默契是需要培养的 下面这条视频 就证实了这一件事情 说在广东佛山 一对夫妻吵架之后 一直在冷战 可是两个人在发现 买回来的菜 竟然是一模一样之后 瞬间大笑起来 一下子就和好了 前几天吵了架 然后一直冷战 没说话 今早晨就是 各自都出门了 都不知道干嘛去了 就去买菜买回来了 结果一看是一样的 瞬间就乐了 确实这个画面有点有趣 看一看评论区怎么说 说这两口子吵架 是为了给生活增加点乐趣吧 其实看回来我们会发现 生活当中就是油盐酱醋茶 有快乐也有不开心 但是之后会发现 在你身边一直陪伴你的那个人 才是跟你能够一起 陪伴你一生的那个人 说了这样很破坏吵架的氛围 可不吗 很多事情咱们好好想一想 换位思考一下 很没有必要吵架的 还有说现如今吵架 都这么秀恩爱了吗 确实这就是映证了一句话 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是第一报道 与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 国内各地的新闻 近日在黑龙江哈尔滨市 65路公交车上 一名68岁的乘客 因为嫌司机开得太慢 居然抡起买菜车 将司机砸晕了 我们来看一下 事发时的监控视频 根据监控视频显示 事发时车上乘客满源 索性驾驶员及时踩了刹车 才未造成其他事故发生 据了解 驾驶员头部有轻微外伤 目前在家静养 28号 哈尔滨市公安局 到外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称 10月25号六时许 在哈尔滨市到外区 太平大街207号门前 65路公交车上 发生一起殴打他人案件 经查 违法行为人郝某 与驾驶员金某发生口诀 并在金某停车后 对其进行殴打 目前警方依法 对郝某行政拘留10日 这看完了车上的事 我们再来说说车下发生的事故 近日呢 在浙江神海高速的台州段 发生了一起 货车刮擦人员的事故 造成了一人受伤严重 画面中我们看到这辆大货车 停在应急车道内 驾驶员赵某站在车旁 这时候方有一辆大货车驶来 赵某侧过身子试图躲避 但还是被车子刮蹭到 被后车和自己的车子 挤压在了中间 那么赵某怎么会站在 事发路段的呢 他就发现车辆的动力 发生了问题 随后呢 车辆就在奔路 庞某停在了一路间 停车以后 赵某就下车查看 并准备拿警示牌 去后方放置 这时 后车驾驶员王某驾车驶来 错误估计了自己车辆 和赵某的距离 王某之所以会错误地 估计间距和他驾驶的车辆 超宽有关系 这一状赵某受伤非常严重 手指手臂肋骨多处骨折 脾脏破裂 不过民警认为 赵某在停车后 没有警计 车靠边 人撤离 急报警的九字警局 也存在过错 这起泡某事件而言 赵某不应该从驾驶室 下车 在慢车头上来回活动 这是错误的 也是非常危险的行为 万幸的是经过全力抢救 赵某在医院 接受了脾脏切除手术 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 事故的具体情况 告诉交警还在 进一步的处理当中 下面这个惊险的一幕呢 发生在广西的河池 一辆停在路边的小车 突然加速 冲进了路边的店铺 这监控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 当天上午 一辆小车突然静止 冲进了一家店铺 车头撞倒了摆放在门口的货物 店里的一名男子 见状立即起身躲避 事故导致店铺门柱 被撞得严重变形 小车车身也受损 银警接警后 立即赶到现场进行处置 据了解 小车的驾驶员姓韦 事故发生前 这辆车是停在店铺对面的停车位上 当时 维某刚停好车 就下车查看 车子后备箱装载的货物是否牢固 由于太着急 未拉好手刹 维某刚下车不到两秒钟时间 车子突然启动 静止越过道路冲向对面 目前双方正在协商赔偿事宜 近日安徽凤阳县境内 发生了一起货车转弯视线盲区 碾压电动车的事故 事发地的监控视频 记录下了整个惊恐的瞬间 监控显示 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 在右转弯时 右侧正好有一辆电动车 半挂车在转弯瞬间 将骑车的女子连人带车 刮倒在地 由于视线盲区 大货车的驾驶员浑然不知 继续驾车转弯行驶 此时 电动车又遭到了货车后轮的碾压 女子拼命挣扎 最终躲过一劫 死里逃生 交警提醒 大货车转弯时 存在内外轮差和视线盲区 稍不留神 就会引发惨剧 日常出行 一定要注意防范 珍爱生命 远离货车盲区 近日 广西南宁的一个小区里 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自行车 突然起火了 瞬间燃起的大火 还殃及了 停在旁边的一辆小汽车 关键的时刻 小区里的两位业主 挺身而出 将火扑面 小区公共监控拍摄到的视频显示 一辆停放在六栋一单元门口的 电动自行车正在充电 突然间 电动自行车燃烧起来 火势十分猛烈 从另外一角度看 起火是还有一些燃烧的零部件碎片 飞溅到了几米远的对面单元楼门口附近 家住在六栋一单元二楼的潘先生 当时被几声爆炸声惊醒 打开窗户一看 那个火苗 爆炸那个火苗 已经满沿到了上面 潘先生说 发现楼下起火后 他也顾不及穿衣服 光着膀子就跑下楼去灭火 然而 当他下到一楼 发现没有灭火器 于是他在门口呼喊了几声救火后 又折返回单元楼里找灭火器 而家住在三栋三单元四楼的杨先生 在听到爆炸声和救火的呼喊后 也第一时间冲到了火场 我都从四楼冲下来 然后每层楼都捡灭火器 一路捡下来 当我到楼下的时候 我发现旁边的汽车已经烟起了大火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杨先生立马拔起灭火器 对准汽车起火处快速喷射 而这时潘先生也找到灭火器 从另一个方向向起火的电动自行车喷射 潘先生说 在救火过程中 电动自行车还发生了几次爆炸 当时我们也没想到那么多 就说只想把这个火控制下来 如果控制不上来 这个油箱一烧着 一泄到那个油的话 那就是比较严重了 两位业主用掉了六个灭火器 闻讯赶来的小区物业人员和保安 也加入到灭火行动之中 从发现起火到把火扑灭 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四分钟 因为扑就及时 这次火灾 只有一辆电动自行车被烧毁 一辆小汽车一侧被烧坏 现在这电信诈骗的手法是层出不穷 大家都在不断刷新自己的防骗认知 最近又有一种新的电信诈骗手法出现了 谎称说您被办理了会员服务 导致每个月都要多扣钱 接到这种电话大伙一定要当心 那在深圳上班的胡女士就差点上当受骗 在光明上班的胡女士接到一通电话 电话中的客服声称 由于失误 给她开通了某平台的会员 不取消的话 每个月会扣500元会员费 当时也挺着急的想 如果不着急处理的话 后面扣很多钱的话也是损失 对方让她不要担心 可以帮忙解除会员 见胡女士半信半疑 对方又玩起了欲情故纵的伎俩 接下来这个客服还很贴心的 直接转到所谓的银行贵宾热线 还别说骗子的电话转接还挺专业的 正在为您转接银行一级贵宾专线 为了保障您的权益 此次通话将会被录音 于是就开始常规的诈骗套路 要求独处 问余额要个人信息 要求提供验证码 并为接下来的公安的反诈预警做好铺垫 本次的通话是他们天猫商城 跟我们银行签订的一条名字贵宾专线 他目前呢 是没有向你当地网公职申报便案的 就在胡女士按照骗子的指示 一步步进行操作的时候 万幸警方及时赶到了 自主当时还正在接听电话 一边接电话 一边往公司外面走 当时我们就拦住了他 核实他的信息之后 就告诉他是接到了诈骗电话 正是这次的及时拦截 为胡女士避免了财产的损失 说到癫心诈骗 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今年的双十一大战又快来了 网购呢 一定要看仔细 警方圈套和陷阱 前不久呢 山东青岛的一位女士 就被冒充网购平台的客服 给骗走了18万多元 今年8月28号上午 青岛寂寞的周女士上班时 接到一个009开头的 无归属地电话 正证来说 看到这种类型的电话 周女士一般不会接听 可她连续挂断四五次后 对方一直在拨打 周女士想会不会真有什么急事 就接听了电话 她说是她是淘宝商城的客服 因为我在淘宝买东西 说是误操作 把我的这个买东西的信息 点成了在淘宝商城注册的商户 对方表示 因为这个错误 每月会从周女士的银行卡上 自动扣除500元保证金费用 需要周女士本人到银行取消操作 周女士称自己正在上班不方便去 对方则表示也可通过手机操作 只需周女士选择一家 自己觉得方便的银行 随后对方把电话 转接到了所谓的 农业银行客服人员那里 你所有名下银行卡 只要超过扣的这些钱 都要进行这个操作 然后就问我名下 哪个银行卡的钱 超过了这些数量 然后就是在手机上操作 当周女士继续按照提示操作时 压根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18万8千元钱已经分两笔 从自己的两张银行卡 转入了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上 与此同时 经到寂寞警方反诈中心 监测到周女士接听了诈骗电话 可民警不断拨打周女士电话时 却一直占线 挂了电话之后 我一查银行卡 实际上已经转出去了18万多 接到反诈中心民警的电话 周女士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而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诈骗过程 周女士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呢 那么骗周女士18万多的人到底是谁呢 这些钱能否被追回来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被骗后周女士立即到青岛 吉末被安派出所报案 民警紧急启动指负程序 对涉案银行账户进行冻结时 民警发现周女士的18万8千元 只剩下了5万元 对这个资金的流向 立即进行了研判和查封 警察这笔款项第一笔流入资金 在北京的一个叫四母的一个账户 这个人的户籍地是在辽宁的父亲 民警分别于9月8日25日27日 奔赴北京 河北 辽宁等地 将司谋等四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司谋供述自己之前上网时 有人招募银行卡操作兼职赚取手续费 他便办了5张有优顿及绑定手机的银行卡 在几天内根据对方要求进行转账操作 获利3000元 随后便进入了该诈骗团伙 11月18日我们再次到沈阳 又将那个犯罪嫌疑人 顾母等5人抓获 押回局务 该案的实验资金 我们以为是被害人冻结了5万 追回了13万8000元 头一段时间通过我仓格 我才知道办的那个银行卡 能挣到钱 然后我就办了实验银行卡 挣了2000块钱 我也不知道他是犯法的 11月22号上午 银行将追回的钱返还给了周女士 周女士为了表达感谢 专门制作了锦旗 好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重庆的熊女士 今年20多岁 前段时间 她去美容医院 在自己的脸上注射了几针玻尿酸 为此还花了1万多块钱 可现如今 熊女士的脸上长出了 两个鞍唇蛋大小的肿块 必须要接受手术来进行治疗 一说起这事 熊女士的心里满是懊悔 熊女士 左脸的脸颊上 有两个明显的肿块 其中一个肿块已经红肿 一碰就疼 熊女士说 最近这段时间 要是不戴口罩的话 她根本就不敢出门 而她认为 脸上的这几个肿块 可能与注射玻尿酸有关 这次玻尿酸注射 花去了她1万多 注射玻尿酸的当天 熊女士就将医院反映 自己脸上肿痛 医院回复说属于正常现象 让熊女士通过冰敷来缓解 灾纳之后 肿痛现象始终没有缓解 反倒是越来越严重 一直到前几天 熊女士去了一家大型公立医院 医生诊断 这是面部玻尿酸注射术后感染所导致 对此事 马恩医疗美容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不便当面接受采访 但是他们向记者强调 他们医院医生 以及使用的药品 全部是合法 取得了相关资质 医院方面工作人员表示 他们愿意承担熊女士 在大型公立医院里 为治疗面部肿块 而做手术的全部费用 同时 熊女士当天支付的 一万多元注射费 他们也愿意退还其中的一半 至于熊女士提到的 营养费 务工费 乃至后期的疤痕消除等费用 正在协商之中 积极配合在处理做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可能它有一些诉求 然后我们还没有协商到一致 好的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都说生活当中到处都有乐趣 近日一段小学生 集体演绎好汉歌的视频火了 学生们入神的表演 把网友们都看乐了 在陕西神木市的一所小学 脸盆 扫帚和书本 这些生活用品在一群小学生的手里 变成了富有动感的表演道具 据孩子们的音乐老师刘沛介绍 这是他为训练学生的节奏感 而设计的课间互动 道具的运用增加了趣味性 孩子们都很喜欢这样的音乐表达形式 结果视频一上网 就引起网友关注 这大概就是音乐的魅力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根据吉林省医疗保障局发布的通知 11月20号临时起 第五批国家集采61种药品 正式在吉林省执行 第五批国家集采药品 是国家组织药品采购规模最大的一次 很多重大疾病用药价格都有所下降 第五批国家药品 集采是国家组织药品采购规模最大的一次 既有高血压 冠心病 糖尿病 消化道系统疾病等常见病 慢性病用药也有肺癌 乳腺癌 节肢肠癌等重大疾病用药 此次药品平均降幅56% 最高降幅达98.3% 其中治疗截止肠癌 肝癌化疗进口药 奥沙利博 药品降价幅度超80% 原来一个疗程需要6000多元的费用 国家集采后只需要900多元 勒沙定其实也是一种进口的奥沙利博 这个药实际来说是在肿瘤治疗中最常用的药物 特别是消化道肿瘤 像胃癌 肠癌 肝癌 而且这种病在我们国内属于高发 术前转化 术后辅助治疗都会用到这个药 这个药这一次能进入到国家集采范围 单价从2100块钱降到了310块钱左右 另外还能够医保保肖 所以更多的患者能够承受 同时第五批国家药品集采中 还有临床常用治疗消化道溃疡的注射用 艾斯奥美拉座降伏达96.2% 改善脑组织微循环的 盐酸法术蒂尔注射液降伏达95.9% 抗肿瘤药注射用盐酸吉西他宾降伏达92% 抗冥药立法沙斑片降伏达98.3% 大大减少了患者的经济负担 在我们科常用的药物像营养 抗生素 肿瘤的辅助用药这几类 现在将近有10种药物都进入到了国家集采这个范围 因为过去这个价格确实比较贵 所以有相当一部分需要这样辅助治疗的病人 可能他因为价格的问题放弃了 或者说是不能够坚持按标准的疗生治疗下来 那么现在价格下降了 确实大部分病人再加上医保政策的扶持 大部分病人能够接受标准化的治疗 对于肿瘤提高生存 提高他的生活质量 其实意义是非常大的 随着气温降低 除了动手动脚的不适体感之外 同时也到了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际了 近千年 促重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 而预防很关键 今天是10月29日 也是世界促重日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中风的早期系号有哪些 又该如何提高发现并且预防呢 脑促重 俗称中风 瞬间会让人四肢麻木 口眼歪斜 言语含糊 甚至瘫痪在床 脑促重呢 它是一种急性的脑血管的意外情况 主要是两种情况 一种是出血性疾病 一种是缺血性疾病 最常见的就是一边的胳膊腿 活动起来比较费力 还有呢 突然出现言语 不清楚 或者说不说话来 一侧的肢体麻木 还有就是突然昏倒了 然后什么也不知道 季节在交替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会出现这个疾病发生的高发期 虽然促重在中老年人群当中多发 但近些年来已经呈现出了年轻化的趋势 甚至孩子也有患病的可能 那么如何快速地识别脑促重呢 要记住120口诀 腰呢 就是说我们看这个患者 这个面部是不是对称 嘴歪向一侧 二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两只手它的力量不均衡 零呢 就是聆听患者说话的这个语言 我们建议患者一旦出现问题的时候 应该立刻拨打120 然后来到医院 因为在得病的前4.5个小时之内 如果早期发现 我们可以进行静脉溶栓 那么最晚尽量别超过6个小时 对于脑促重 专家提醒 预防比治疗更重要 合理膳食 低盐低支 每周坚持150分钟 轻度到中度的体育锻炼 另外 在日常生活中 要控制血压 控制血糖 调节血脂 戒烟等 其实患脑促重呢 它都是都有一些基础疾病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血脂膏 吸烟饮酒等 这些危险因素 不要熬夜 都建议戒烟戒酒 老年人一定是运动不能太过量 就是大量的出汗 排便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过度用力 可能会引起颅内压的升高 这个时候可以出现 就是常见的就像这个倒出血 第一植骨和二植骨中间 寸的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核骨血 我们经常可以按压按压 由麒麟广播电视台都市频道发起的 中药养生滋补节活动 今天正式启动了 具体情况呢 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今天下午 中药养生滋补节大型公益活动 启动仪式 在吉林广电大厦隆重举行 本次中药养生滋补节活动 旨在唤起大家对中药的关注 认识中药 了解中药 用上中药 与健康为伴 起步 本次中药养生滋补节活动期间 还将推出多种形式的 惠民公益活动 弘扬中医养文化 倡导科学的中药调理方式 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我们长城中药大学国医馆 也特别在这个中药养生节期间 推出来这个免费的体检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时间呢 是11月的1号到1月的20号 只要您带着身份证 到我们长城中药大学国医馆 就可以享受我们提供的免费体检 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呢 对于最近有求职需求的求职者们来说 很有帮助 因为在10月30号也就是明天 长春市就业服务局将组织开展 就在今秋直面未来百家企业现场招聘会活动 本次活动由长春市就业服务局主办 活动将于10月30号上午10点 在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1号门 赋一层正式亮相 届时将有捷林大药房 号月股份等百余家企业到现场进行招聘 涉及行业领域主要包括房地产 加工制造金融保险教育培训等 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技术销售行政建筑工程制药等 有找工作需求的求职者可以到本次招聘会来转一转 面对挫败 面对质疑 却只有自己在坚持 每天醒来都会问自己一遍 这条路上会有我的一席之地吗 人生没有低谷 只有蓄势待发 因为热爱 热爱是找准方向 不害怕 热爱是不怕枯燥 守得住寂寞 热爱是别人已经掐灭了你梦想的火头 你却压不住吸不灭的信念 热爱是非要用执着 坚守 去和岁月来一场漫长的博弈 因为热爱才会拼尽全力 因为热爱才会一往无前 未来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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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的 家里有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 要贴身照料 这就给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家庭 带来了精神和经济的多重压力 这就需要社会团体组织 对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家庭 伸出援助之手 让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重新获得劳动能力 60岁的王大爷是一位严重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 走路困难持不起腰 更不能下地干活 经常投影恶心 手麻无力 腰腿酸痛麻木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 早期没有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 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王大爷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病情逐渐加重 老伴微薄的收入 难以维持老两口的生活 无奈之中 王大爷的老伴打电话求助于电视媒体 在媒体的牵线下 得到健康吉林救助金救助 来到长春医副风湿骨科医院 接受了治疗 现在也不恶心了 头也不那么晕了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也见好了 走到也能直起来腰了 现在有多少帮忙干的家务活来呢 医院根据王大爷的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的病情 综合他的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发病原因 病情程度等 采取影像导航IVD定位修复疗法 对王大爷的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进行了治疗 影像导航IVD定位修复疗法 可以解除颈椎病 腰间盘突出 随何对脊髓神经根的压迫 达到治疗目的 目前来看效果非常不错 患者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劳动能力 自从我朋友老板来自医院来看病 他这病情真有好转了 多回了好心心绑住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就直接不要 就不要的 表现谢谢大家 在健康吉林救助金支持下 长春医父风湿骨科医院 为众多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采用影像导航IVD定位修复疗法 进行了治疗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椎管狭窄患者可申请健康吉林救助金救助 减免70%的治疗费 只要得到及时的诊断 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患者 都有可能得到康复 我们呼吁全社会更加关注颈椎病和腰间盘突出的患者 让他们早日地进行检查诊断和治疗 如果得到健康吉林救助金的救助 那么将减轻了很多经济上的负担 让他们早日地重返劳动岗位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健康吉林救助金救助热线 0431-8962-5555 0431-8962-5555 还回来 万龙碑吉林省广播电视主持人大赛副赛正在进行中 150名出赛竞技选手从全国汇职来到长春比拼 最终将评选出66名选手进入到半决赛 作为我省规模最高 权威性最强的主持届赛事 赴赛为选手们创造了更大的发挥空间 赴赛期间 吉士通More FM将推出荣媒报道 赛程直播全程发布 也欢迎各位的关注 年代反特行政大戏光荣时代今晚开始 将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火热播出了 今晚将播出第9-12集 在今晚剧情中 白铃破译第一台的电报得知杨凤刚在翠公月迎娶叛军 可是没有人知道翠公月到底是一个什么地方 那更多精彩剧情让我们关注今晚的经历 winner LET'S DO let me know what you,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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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t you, Have you